还有一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我已经让廖旺当罗秀的代理律师了 廖旺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菜鸟律师 他那脾气一点就炸 您让他去处理那么棘手的案子 廖旺是个菜鸟律师 你别忘了 东湖接到的案子 他可是把你整得特别地狼狈 处理这种性骚扰的关系 最可怕的就是面对舆论的脏水 她是个养尊出油的小女孩 她什么都没经历过 到时候脏水溅到她身上 第一个崩溃的就是她 阳光 我记得你挺出遍不惊的 这次是怎么了 你是担心廖旺解决不了这个案子 还是担心她会被卷入其中呢 我担心她干吗呀 我担心我妹妹苏晶晶 廖旺啊 缺乏情绪控制 如果一旦情绪控制不好的话 她自己第一个被点炸了 导致这个案子的矛盾愈演愈烈 你看着 到时候罗修肯定会发神经 她一发神经 我妹妹就没好日子过 阳光 你在成年的时候 就一直想着要保护 家里的三个女人 你奶奶 你姑姑 你妹妹 你觉得她们需要你保护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她们三个女人 自己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想要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你的保护呢 还有啊 廖律师 她到底能不能做这个案子 关庆年比你更清楚 既然关庆年都同意了 让她去做了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你是别想去保护她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保护她的 她自己就是个炸药 她不炸伤我就不错了 廖旺现在是罗修的律师 已经得到了关庆年 和方矮的首肯 方矮把所有的律师费 都已经付了 要不这样吧 你也跟我们一样 来看一看这个廖律师 这个小炸药的爆炸威力 到底有多大好不好